有什麼特別準備 就是希望他可以 睡前自己生下來 然後非常健康 有酒店小昆霖稱號的 張家瑜竟然要當媽了 洋溢著姜薇人母的幸福笑容 而孩子的爸 就是他的公關男友 Seven 兩人預計今年5月登記結婚 欸 不過等一下 今年農曆春節期間 你不是才PO文大媽 他是個沒錢的花心渣男 還騙了你上千萬元嗎 其實那天之後 我當然覺得很後悔 因為那只是一氣之下 然後可能就是因為很愛 才會寫出那樣子 其實他在我心中 沒有那麼糟糕 只是看到他跟那麼多女孩子 在那邊聊天 我相信不是一個 我相信不是一般女生 能夠容忍得了 小昆霖接受蘋果專訪 表示之前PO文後就後悔了 兩個小時後就把文章刪除 不過說起這對愛侶 可都不是簡單人物 原來擔任南公關的Seven 可是紅牌 曾獲牛郎店的三冠王 單月業績最高超過300萬元 而小昆霖也曾是九國名花 因詐騙負傷或判緩刑 上了新聞版面 去年4月他大方宣布 接受Seven的追求 不再到酒店上班 還放閃說 南方送他7000萬的豪宅 跟法拉利 寶石節等名車 已經做好結婚規劃 但今年初兩人因為財務等問題 大吵一架 小昆霖又看到男友手機裡 至少有和80名女客戶的曖昧訊息 遺棄之下PO文抒發 引發網友熱議 他事後也主動表達歉意 其實你沒什麼爭吵 就單純只是一個誤會而已 然後我對上面所有的指控 我覺得完全不是什麼事 他就是爭氣嘛 爭氣講出來的話 當然我不會去跟他計較 嗯 情侶醜醜弄弄也是難免啦 小昆霖說 兩人因為境遇差不多 年紀輕輕就開始工作 所以相知相惜 未來還是希望一起攜手走下去 我有希望他換工作 可是我覺得 他做正常已經做了事情了 所以我覺得 要換工作的體力是非常的少 動新聞 祝你們幸福囉 報導